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這個人類有一個習性 什麼樣的習性 就是在一個世紀之交的時候 他往往會想要回想一下 在這個特殊的時間點以前 他做了一些事情 究竟對他人真的有沒有幫助他 他其實應該要改變一些事情 像是我們最近一次這種世紀之交 就是1999年跨到2000年 那個時候大家都想說 是不是過幾天就世界末日了 那還要繼續跟這個男朋友 跟朋友談戀愛下去 所以那時候很多人都分手 也覺得好像交往了兩三年 像水一樣清淡 沒有那種特殊的情感 覺得好像就是白心活動 所以那個時間很多人分手了 那1999年跨到2000年的時候 還有什麼 還有執政很久的政黨 那人民開始想說 是不是一直都是他的執政 那換一下吧 搞不好會有更好的狀況 所以2000年也就換了一個政黨 所以往往在世紀之交的時候 人類會開始回想 我以前做的事情 到底有沒有他真的遺憾存在 還是我就是因為慣性一直持續下去 那我也要做一些改變 那19世紀跨到20世紀 1899年跨到1900年 這個世紀之交非常非常的特別 為什麼我說他非常的特別 以前14世紀跨到15世紀 或是15世紀跨到16世紀 或是16世紀 或是16世紀跨到17世紀 基本上他的那個政治體制 或是社會的那個 那個組織是沒有太大的改變 基本上還是一個封建社會 就看你跟的是不同的封建組而已 所以整個那個社會 改變的情況不太大 但是1899年跨到1900年年 這整個社會呢是前所未有的 從來沒有的 以前的階級就是貴族嘛 平民嘛 那現在脫了一個中產階級 那中產階級的產生 就有了所謂的資本主義 資本的社會 那這個社會結構完全被改變了 以前是沒有所謂的中產階級啊 你要嘛就是 血統純正的貴族啊 要嘛就是被貴族奴役的這個平民 那現在有了這個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 憑著自己10年20年人生的奴隸 積轉到一筆錢之後 他雖然是平民出身 但是因為他有了錢 他可以請員工 他可以請幫傭 他可以用這個錢 去使喚別人 幫他做事情 所以平民是可以 競爭成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 還可以競爭成更富有的中產階級 社會產生了一個新的階級 這樣就開始想說 這個我們以前呢 那做的各種事情 各種社會制度 或是我們以前 使用的設計產品 真的是好的嗎 或是我們需要做一些改變呢 有了這樣的想法 那在1900年以前 做的設計是怎麼樣 最原先是維波利亞時期的設計 可以工業化大量生產 但是很醜 所以後來有威廉模擬師 有那個布夏 這些新藝術 跟美術工藝運動的這些設計師 開始做了很漂亮的這些設計產品 但是他沒有辦法量產 所以他們雖然嘴巴上都說 我做出來的東西 是要給一般的群眾 大家都用得起 但因為他沒有大量化 大量的那個工業生產 所以他的成本很高 能夠買得起 用得起的都是比較富有的 中產階級中比較富有的那一小撮人 所以大部分人還是沒有辦法使用 那個好的那個產品 所以他們就開始想了 喔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做設計 才能夠讓我們的設計產品 是可以讓所有人都使用到了 一般的秘密 一般的中產階級 都有錢可以消費 那就肯定要投入大量的那個工業化生產 所以曾經提倡要為大眾服務 但沒有真的 他的產品沒有真的為大眾服務 像是威廉蒙尼斯 像是約翰魯斯基 他們的那個想法 跟那個做法 就被顛覆掉了 那怎麼樣的一個顛覆掉 開始接受了所謂的大量工業化生產 你要做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必須要可以量產 不是需要花費很多的人力 然後產出很少的一個 那這個作品肯定就會賣得很貴 所以一定要大量化生產 然後可以幫助平民提升他的生活水平 那最先發展出現在主義設計的是哪一個領域 肯定會是建築了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連住的房子都沒有辦法解決 最大一困擾沒有辦法解決 你還有心情去挑好的家具嗎 好用好快的家具 或是你會有心情去把那個自己設計做得很精緻 然後再一個下雨天會漏水 然後大熱天的時候 比如說你室內溫度可能是40度 室外是37度 比室內還更熱的一個環境 你有辦法去做其他領域的設計嗎 大概沒有辦法 所以最先要解決的就是住的問題 平民百姓住的問題 所以現在主義設計的發展 就是從這個建築開始 那建築開始之後 比較有代表的一些設計師呢 就是所謂的德國的葛羅佩斯 葛羅佩斯是誰 就是後來包浩斯的第一任校長 那德國還有一個叫米斯文德洛 那是包浩斯的第三任校長 這兩個呢 曾經是同事 都在這個比德貝倫斯的公司裡面當同事 那後來一起出來創業 那葛羅佩斯的運氣比較好 比較早成名 然後都當了這個第一任的這個校長 後來葛羅佩斯把米斯文德洛找到了這個包浩斯 然後第二任校長傳給另外一個叫麥爺的人 那麥爺後來再傳給米斯文德洛 兩個都是現代主義設計很重要的設計師 那後來這個柯比義呢 有的蘇方柯比義 有的蘇方柯布希耶 他基本上是瑞士人 然後你知道這個時候的瑞士人 都不會留在瑞士做設計 因為瑞士是山區 你在那個山區裡面做了很好的設計 傳播不出去沒有人知道 所以你會來到大都市大城市 那這個柯布希耶做什麼 他是做現代主義設計之後 出現了一個新的流派叫做國際主義 誰發展出來的 就是米斯文德洛 米斯文德洛把這一個現代主義設計 發展到一個極致之後 就轉向所謂的國際主義 國際主義就有了一個負荷者 叫做柯布希耶 兩個一起在那邊做國際主義的設計 那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是美國的法蘭特奈特奈斯 以前稍稍好像有那麼一點點提過他 是一個非常孤獨的探索者 為什麼是一個孤獨的探索者 美國這個時候的設計思想是 漫歐洲二三十年左右的時間 歐洲流行的東西二三十年之後 才會在美國流行開來 但這一個法蘭特奈特的設計思想 還比那時候的葛羅佩斯 比米斯文德洛再前進二三十年 米斯文德洛 是看這個法蘭特奈特的書成長起來的 所以他的思想還比他們再早二三十年 那這個法蘭特奈特在美國做的設計 一般的民眾就沒有辦法接受了 他們可能要四五十年之後的時間 才有辦法進化到法蘭特奈特 在想的那件事情 所以他在美國做的一些設計 平民百姓其實不是 平民大眾 平民百姓其實不是那麼的喜歡 叫好不叫做 但是他的一些想法 透過他寫的書籍 然後勘載到一些康務之上雜誌之上 流到歐洲大陸之後 被這些現代主義設計師 推為歸裂 奉為一個聖經 那這個主要的設計師 分佈在這些國家 但他們大部分 可能沒有在自己的國家發光發熱了 整個現代主義設計的探索 集中在俄羅斯、荷蘭跟德國 但這個不能實際 實際都忘記了 所以你要理解 為什麼現代主義的探索 會集中在俄羅斯 為什麼會集中在俄羅斯 為什麼會集中在德國 為什麼會集中在德國 我們來了解一下 為什麼會集中在俄羅斯 請問林宥謙同學 有進步 考試有進步 那為什麼現代主義 會集中探索在俄羅斯呢 為什麼 猜猜看 不知道 俄羅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他有參戰嗎 沒有 好 他有參戰 他是主戰交主 主要的交戰 他為英國跟法國 牽制了德國的東線 他在德國的東邊 那這時候 英國跟法國打不過德國 打得很吃力 就趕快跟俄羅斯結盟 那時候是沙皇 尼古丁二世 請這個尼古丁二世 租兵去攻打德國 那德國的東邊也發生戰事的時候 西線就不會那麼的吃緊 但是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 打到一半的時候 打到1917年的時候 俄羅斯尼古丁二世發現 糟糕了 怎麼了 他的大後方 他的國家的大城市 彼得格勒發生內戰 有人起立要推翻 尼古丁 尼古丁 尼古丁二世 有人要推翻他了 1917年2月的時候 糟糕 大後方 那個 兵變了 那他就 肯定要從那個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 撤退 他就跟法國 跟英國說 不好意思我國家發生內戰 我要趕快回去 那個處理 彼得格勒的內戰 這個內戰是誰發起的 為什麼會發起 因為這個尼古丁二世 在前線打戰的時候 把整個國家的資源都投進去了 那他塗的是什麼 他塗的就是一個面子而已 塗的是英國跟法國承認 你俄羅斯現代化 你俄羅斯是一個大國 他塗的是這個 那參加這場戰爭 對他根本沒有任何的好處 反而讓他的民生經濟凋敵 整個民生經濟疊了一半 工廠倒了一半 那這個彼得格勒的一些工廠的那個工人 發現領不到工資 工作半年 基建了半年的工資 原本一天可以吃三個大麥麵包 現在只能吃半個大麥麵包 再下去的話就要二十了 那二月 二月的俄羅斯是非常冷的 零下十度 他們是要燒煤炭 油軟爐取碼 不然會凍死的 但買不起煤炭 為什麼 因為工廠積欠他們公司 沒有辦法去買煤炭 那要不要起義 肯定要起義 所以就有一個工人 他去跟他的那個老闆 說你已經半年 一年沒有發出工資 我快要死 要不行了 那這個老闆怎麼對他 老闆叫了警察來 叫警察把他趕走 那警察來看到說 是你這個老闆 不發工資給工人 那這個警察會怎麼做 零用錢 你如果是警察的話 你會怎麼做呢 老闆支欠工資 那工人再沒有錢 把那個煤炭 他太太就要鬥死了 你是警察你會怎麼辦 我會 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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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然後就 反抗 反抗 這警察很生氣很反抗 他就揍了這個工人一拳 說人家不給你工資 人家是老闆 說了算 那這個 警察跟這個老闆神經之間 有掛過的嘛 老闆捐錢給這個警察局 警察局吃了油水水的 所以他會幫誰 肯定幫那個老闆 所以他就貶了那個工資 工人嘛 工人被貶之後 其他工人就更生氣了 就一起罷工 那這個A工廠罷工 B工廠 C工廠都已經一年沒拿到工資了 大家都一起來罷工 一起抗爭 所以就推翻了尼古拉 尼古拉二世 撒謊的統治 結束了俄羅斯帝國 俄羅斯帝國就在1917年的 二月革命 被推翻掉了 那之後成立了一個臨時政府 這個臨時政府做的不太好 為什麼 因為這個臨時政府 組成的份子 主要是原本 反對尼古拉的貴族 所以他還是原本的權貴 只是他站在尼古拉的另外一邊 他早就想把尼古拉 替下皇位 然後自己當那個執政者 他要的不是 帶給人民幸福嗎 帶給那比比大眾 富足的生活 不是 他是要把尼古拉的錢 通通通收到我們另外一邊 貴族那邊 所以這個臨時政府 執政沒有多久 到同一年的十月的時候 又被革命掉了 這個革命是誰產生的 是那個時候有一個黨 叫做社會民族共黨 那這個社會民族共黨裡面有很多的派系啊 像是國民黨裡面有什麼 拱族派 拱王派 然後拱那個叉叉派 有很多派系 那這個社會民族共黨裡面有很多派系 其中一個派系叫做布爾神維克 布爾神維克是叫多數派的意思 那用俄羅斯語去唸多數派 他的音唸起來就像布爾神維克 那這個多數派誰領軍 就是列領領軍的 那這個領軍的列領呢 就組織了知識分子 這個多數派呢 大部分是知識分子組成的 起那個知識分子領導的一個革命 那這些知識分子 特別是列領的 他信奉的政治信仰是什麼 是共產主義 這個這個時期的共產主義 跟我們今天理解的共產主義 有非常非常大的落差 非常大的一個差距 怎麼樣一個差距 那個時候工業革命已經經過一百年了 一百年的結果是造成貧富差距很大 很多的那個農民 沒有辦法跟田養活自己 跟自己的小孩 來到城市的工廠 結果他賺的錢非常的微薄 被工廠的主人剝削了 所以有很多人在提倡說 是不是資本主義社會 不是那麼合適人類的發展 那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那種政治的型態 其中一個是馬克思 他提出了這個共產的方式 共產的話就是大家都可以選擇 做喜歡的工作 那每個人工資都一樣 是一個大土社會 是一個理想國 所以很多的知識分子都想說 這會或許是一個解套 解決那個時候社會困境的一個選擇 就是選擇這個共產主義 所以你列領上海之後 他就推展這個共產主義 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國家 就是所謂的蘇維埃政權 那這蘇維埃政權的話 求新求變了 他覺得舊的那種資本主義不好 然後造成大家的生活都很重的不好 我們要新的東西 新的領導的那個方式 同時也要新的藝術的形式 新的設計的形式 所以在這個列寧統治俄羅斯的時期 有很多的設計師做了非常有開創性的設計的語言 都被接受 因為他覺得新的就是好的 舊的東西不好 我們要嘗試一個 釋出一個新的 合適大家的東西 那剛開始共產主義 在這個俄羅斯被實行的時候 其他國家是害怕的 因為從來就沒有國家是奉行共產主義 所以這個 英國人 法國人 甚至那個時候的德國人 還有美國人 對那個俄羅斯都是很害怕很反感 他不想讓這個共產主義發展起來 就對他做了那個經濟自嘗 所以俄羅斯在列領執政的時候 執政的同期 他是跟其他西方國家切斷關係的 沒有任何的關係 但是經過四五年的一個實驗 發現 原本尼古拉俄士統治的俄羅斯 大家是吃不飽的 但是在這個列領統治的那四五年的時間 大家是有錢可以賺 有錢買煤換回來燒 不會挨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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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西方世界大概在1922年的時候 漸漸覺得 好像這樣的一個探索是有意思的 好像是對那個社會有意的 所以解開了他的經濟制裁 解開經濟制裁之後 這些俄羅斯的設計師 就開始到西方世界做演講 像所謂的康丁斯基等人 他們就來到了包號師 那時候的包號師做演講 1922年的時間 那他們的探索才逐漸被西方所接受了 接受之後西方開始就繼承了 俄羅斯這個時期的一些新的設計師的探索 就是所謂的現代主義設計 那什麼時候結束 1924年的時候結束 為什麼1924年 列寧會不繼續領導俄羅斯 為什麼會離開這個共產黨 請問 我們來看一下 請問邱懷軒同學 在哪裡呢 邱懷軒同學 好 那我們今天幫助我們學習 為什麼列寧好好的當這個領導人 他當924年的時候不做人 為什麼 發生什麼事情 什麼 被當掉了 沒錢 沒錢 到底不是啦 他被刺殺了 他被暗殺了 一刀刺到他的那個 腹部 一邊左右才死掉 死掉之後誰執政 史達里 建了他的位 那這個共產主義本身有 他設計上的缺陷 他非常依靠的是領導人個人的特質 那列寧是一個胸懷比較寬大的人 所以他包含了很多事情 俄羅斯是真真向上的 那史達里是一個對權力還有對金錢 非常有慾望的人 那透過這個共產主義的缺陷 而且很容易就變成一個極權的 所以今天還是共產主義的國家 像北韓 像那個強國人 都變成一個極權的國家 所以他本身有那個缺陷 一旦這個史達里上台之後 他透過這個共產主義的缺陷 把整個俄羅斯帶向一個極權統治 那這些現代主義設計師 探索的設計師 就被趕出俄國了 然後結束了他們在俄國的一個探索 這個是俄國發展現代主義的一個 基本的背景 那另外一個是荷蘭 為什麼荷蘭也會成為 現代主義探索的一個大隊 最主要是大家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他沒事 為什麼他沒事 因為他也像瑞斯一樣 宣布自己是那個 中立國 然後大家就不去打他 為什麼他宣布中立國 大家就不會去打他 請問邱懷軒同學 我走過去大概有五秒 你可以思考一下 為什麼荷蘭宣布自己是中立國 人家就真的不打他 為什麼 那為什麼台灣不能宣布自己是中立國 人家就打仗規修 然後跟荷蘭就退 路不好走 沒錯真的路不好走 為什麼路不好走 荷蘭的原文叫尼勒 勒是土地 尼勒是什麼意思 尼勒就是低地的意思 他整個國家50%的領土 是低於海平面的 整個國家的領土 有17%是人工填出來的土地 所以你打仗的時候 你還要陷入這個領土嗎 不會你絕對會繞過去嘛 除非你是想把這個國家滅掉 然後暫停它 好不然你一定是繞過去 所以他宣布他是中立國的時候 人家是會繞過他 因為經過他的國境沒有太大的好處 然後他就繞過了這個 荷蘭去攻打法國 所以這個時候 法國的一些知識分子 瑞士 或是儒生堡比利時 德國的一些知識分子 他不想被戰爭傾倒了 他就會集中到這個荷蘭來 所以荷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聚集了很多很多的優秀的一些知識分子 那這些知識分子 在探索就是現代主義的一些語言 那比起那個俄羅斯 俄羅斯是思想上的桃源 我們就要準備一個怎麼樣的思想 可以比較好的服務 民眾服務大眾 那那個荷蘭探索主要是形式 怎麼做出一個形式呢 是比較符合現代社會的 那後來被誰擊大成的 被德國擊大成的 為什麼會被德國擊大成的 德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 戰敗之後 他百費戴心 名聲凋敝 所有的建築都要做新的建築 所有的產品都要做新的產品 因為他是土耀教在國 整個戰事就是發生在韓國家 他國家都打爛掉了 需要蓋新的建築 需要生產新的家具 那怎麼生產 就要很多的工廠 很多的設計師 就成立了一個學校來培養設計師 哪一個學校 包浩斯 那包浩斯要學什麼東西 就學俄羅斯的思想探索 就學荷蘭的形式探索 所以德國 包浩斯 是把整個現代主義設計 極大成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在談現代主義設計的時候 不能不談荷蘭 不能不談俄羅斯 不能不談德國的原因 就在一起 就在一起 那現在要開始講現代主義設計嗎 其實還沒有啦 只是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現代主義的一個概況 那在現代主義還有之前 談的新藝術盛期之間 還有一個過渡期 這個過渡期就是新藝術的後期 代表的人物就是這個 法蘭特奈特 英國的葛拉斯科士 維也娜的分禮派跟德國的 彼得貝魯斯 那這個新藝術後期的設計師 都成長於新藝術盛期 所以他一定受到 新藝術盛期的一些思想的影響 但是他多了一個東西 多了什麼東西 多了他如果真的要讓設計 可以服務社會大眾的話 他一定要工業化生產 所以這個列的這些人 都接受了工業化生產的這件事情 那工業化生產的這個思想 也就反映到他的作品的性質之上 首先我們看一下這個法蘭克·奈特 法蘭克·奈特之前有提過他非常的長壽 活了92歲因為做設計太忙 忙得沒有時間去死掉 所以就活了92歲 那他為什麼可以成為一個 應該是現代主義設計的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最主要他的老師本身就是做現代主義設計 他的老師是誰? 蘇利文 有的蘇班蘇利文 有的蘇班沙利文 班上用字的一個差別 他成立了一個公司 叫阿德勒與蘇利文的建築師設計事務所 那阿德勒是他前公司的同事 他主要是做運算 這個東西承重力夠不夠 工程的部分交給阿德勒去負責 那蘇利文的話是做設計 他的外觀要長什麼樣子 他要有什麼功能是蘇利文在做的 所以我們在談現在主義建築師的時候 會談蘇利文不會談阿德勒 因為他是一個算工程的 算硬力的 簡力的 所以他不是做設計的 OK 那這個馬蘭特奈特在 蘇利文 蘇利文的設計師事務所工作的時候 剛好遇到這個設計師事務所 真正向上的一個時期 為什麼會真正向上 因為1871年的時候 芝加克發生了大火 這個大火不是一般的大火 他燒了三天 燒了三天火才被滅掉 你能夠想像高雄大火 然後在高雄燒了三天 那高雄大概一半被燒掉 所以那個時候芝加坡一半被燒掉 燒掉之後呢 就需要改新的建築物嘛 那新的建築物不可以 蓋五十年蓋六十年 不行 一定要一年之內 兩年之內順速把它蓋起來 所以一定要用新的設計的工法 新的設計的材質 所以蘇利文阿德勒這個設計師事務所 就有了很多嘗試的機會 嘗試用新的設計的工法 還有它的結構 它的材質 那這時候在蘇利文的設計師事務所 學習的這個 法蘭特耐特呢 就有了很好的一個學習的機會 好 那看來是下課了 OK 那我們就休息十分鐘吧 等一下繼續 就休息 為什麼說它是民族最余 如果它沒有趕走 荷蘭人 現在就是荷蘭人 荷蘭人是世界前五強果 你看它一個小小的土地 它土地大概只有台灣三個之二大的利益 人口又比我們少 但是它掌握了整個世界五十%的商船貿易 你去買一個一頓奶茶 你去買那個多分的乳衣 上面會有一個Logo 一個U字型的Logo 你去看一下 因為很多東西 很多小土台籍跟U字型 那是聯合立華公司的 荷蘭人開的 所以你買一罐一頓奶茶 你買一罐多分的跟乳衣 默默之中都貢獻了一筆錢 跟荷蘭人 那個是它在兩三百年前以前 就建立起來的貓易亡 一直持續到今天沒有賺過 所以如果那時候都 那個政權都沒有出現 我們現在就是世界前五強果 我們那個世界隊 每四年都可以看到我們足球隊 打進這個世界隊 台灣現在那個足球隊 大概是排名一百 九十幾 全部有兩百個左右的國家 排一百十幾 然後回到那個法蘭特奈特 法蘭特奈特的話 它整個那個成長的養分 是在新藝術盛行的一個年代 所以它無可避免的 會受到新藝術的一些影響 新藝術什麼影響 新藝術的要求是自然主義 像是大自然學習 所以它很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 它的那個建築設計店 會跟自然息息相關 它覺得一個好的設計呢 是融入在自然之中 你走過去的時候 你不經意看 你知道那邊有一個建築物嗎 仔細看才發現 哦原來這邊有一個建築物 那它同時還會受到蘇利文的影響 他的老師 他的老闆蘇利文的影響 那蘇利文是成長於 芝加哥大火之後 快速要新建新的摩天大樓 是美國第一批摩天大樓的設計師 那這個時候呢 你還要加一些很純粹的光式 就會拖慢你做建築設計的時間嘛 你不能在上面要雕龍啊 雕鳳啊 這樣子要雕幾點 雕一百年 雕兩百年 雕不吧 所以它提出一個想法 叫做行隨機能而生嘛 你一個東西的外型 一個建築的外型 要因應它的機能而生 機能難度了 你就不要再加一些什麼龍啊 什麼後馬上去 不要 所以這一個把蘭特奈特 一方面受到新藝術的自然主力影響 一方面受到蘇利文體 所以先對機能而生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它的新藝術時期之後 產生了一批建築 很重要的一個風格 叫做草原風格 那基本上呢 它喜歡把那個房子做得很貶低 然後好像融入在整個大地之中 某種程度也受到那時候 日本文化的一個影響 它自己稱草原風格 但是建築設計師喜歡稱它 叫做不友好的風格 解釋一下它的那個設計的裡面之後 再理解一下 為什麼會被稱作不友好的建築 它覺得做設計的時候 要為那個住在這個房子裡面的人 設身土地的設想 那怎麼樣一個設身土地的設想 你一個人認識了一個新的人之後 會馬上對他踩開你的胸懷 什麼東西都告訴他嗎 對於一個今天剛認識的陌生人 不會 那你住的房子 為什麼會一開始就把大門口擺在那邊 讓大家知道大門口要從哪邊進去 所以他覺得你這個房子要給人住的話 應該是要有層次的 不可以馬上就讓人家知道門口在哪邊 應該是跟你熟了之後 住在裡面的主人跟你講說門口在哪邊 你才找得到門口在哪邊 那你一個人會把你所有的隱私都告訴你 剛認識的人 不熟悉的人 不會 所以他的窗戶 基本上不太容易看進去 因為一旦容易看進去的話 他的所有的隱私就都被看光了 他覺得窗戶的話必須要做的隱密 入口的話要做的隱密 那你會說老師 這樣子會不會造成住在裡面很像監獄 通通都是牆壁 看不到外面 不會 因為他設身處地的 在為那個住在裡面的人設想 所以他通過一些巧妙的安排 這個最著名的作品叫羅比之家 這個時期最著名的作品叫羅比之家 他總共有170站大窗 所以他窗戶的數量是非常非常多 只是從外面 外人旁邊的人路人經過的時候 不要看進去不容易 但住在裡面的人要往外看 是非常非常的容易 那他就覺得我們做設計的話 我們要運用一些自然的元素 然後跟自然融合在一起 同時我們要為住的那個人 設身處地的去為他著想 那這個 這個設身處地的為使用人著想這件事情 就是現代主義最重要的一個精神 他不是說做來是讓你看起來很舒適啊 看起來那個很賞心 因為不是 他要你用起來好用 用起來符合你的需求 那這個是工廠 在市區的工廠 市區的話地比較貴 你沒有辦法像在郊區 把他面積做得很廣 然後很扁 也沒有辦法一定要向上發展 但他還是延續了那個 被稱作不好 不友好設計的一個傳統 你要找到他的大門不太容易 你要從窗戶看進去不太容易 所以那個是其他的那個 那個藝術評論家才會說 你這是一個不友好的見譜 大家要看到你的內部很不容易 要你的手肯才看得到你的內部 那就是說老師 這樣子窗戶很少會會採光不好 不會 因為他有真的為使用這個建築物的人設想 他把那個窗戶都開在上面 那上面照下來之後 下面就是他的辦公室 開放式的辦公室 所以這個辦公室不會需要開很多的電力 因為早上太陽光灑進來之後 下方的黃非常亮的明亮 線上不用開燈 那晚上呢 他會不用加班 所以晚上就不用再開燈了 那這個就要回頭想一下 從台灣看的那個建築 你會覺得那個外型跟現代主義設計好像很像 沒有那個雕龍雕封的裝飾 通通都是因應機能而生的 外型上似乎是如此 但是你去設想他做一棟建築物背後的思考的時候 你就可以明白的看出來 他不是所謂的現代主義 他是什麼主義 他是省錢主義 他不是為了使用那個建築物的人 設身主義的著想 他想的是為那個建築物的人省錢而已 所以你今天住你的那個租屋處 你可能會覺得夏天很熱 熱到你可能打開房門 進到你的那個走廊之後 還覺得走廊比較涼快 想睡覺睡到走廊還比較涼快 為什麼 因為你的那個牆壁非常非常的保 我們一般這個牆壁都是兩塊磚塊疊起來 兩塊磚塊的話就是十二公分 所以建築法規要求最低的限度 但是十二公分的牆壁 對於台灣的天氣來講遠遠不夠 所有的熱氣都會透過那個很薄的牆壁 進到你的房間 那這個熱氣呢 就聚集在你的房間散不掉 所以你在你房間睡覺的時候覺得很熱 來到走廊的時候覺得很涼快 你的房間就成為那棟建築自然隔熱的一個空間 但是那自然隔熱空間變成是你睡覺的位置 那如果他有為你設想的話 他應該是在你的房間跟外面 跟那個外景應該說室外 中間在做一個隔牆 或是一個隔間 或是把牆壁做厚一點點 另外一個是所謂的窗台外推 台灣喜歡把那個窗台外推 外推之後窗台都是玻璃 玻璃有一個特性就是你的這個太陽的熱能的例子 移動的速度很快的時候 他可以穿透這個玻璃 穿透過去進到你的房間以後 他的利子的移動速度就變慢了 變慢的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再穿透玻璃 出到外面的世界 所以整個熱能都聚集在你的房間 你外推的這個窗台 就變成天然的極熱氣 讓你房間繼續加熱 那有人說老師可是他還蠻實用的 他可以讓我在窗台上擺東西 我覺得這個窗台是實用的 那如果一定要窗台的話 你可以把你的牆壁做成90公分厚度 做成非常非常厚 那窗戶把它放在一半 放在一半的話 太陽沒有辦法直射到我們的窗戶 他會先打到窗台 再反射打到我們的窗戶 那這個反射的熱能力 直速度變慢 他就不容易進到我們的室內 所以熱氣會被阻決在外面 那同時呢 室內還有45公分的窗戶 所以如果這個建築設計 是真的有為使用的人著想的話 台灣的建築應該要把牆壁建得非常非常厚 那我們要窗台的話 我們應該把那個窗戶 設在這個很厚的90公分的這個 牆壁的中間 45公分的位置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 我們想的是怎麼省錢 那以後我們開始做設計 或是買設計商品的時候 我們要開始選擇好的 品質好的東西 有為那個使用人設想的一個東西 就不是選便宜的東西 那才能夠改善我們現在 消費的那個設計商品 比較4K的狀況 OK 那這個還是那個 法蘭特耐克的不友好設計 或是平草原風格的那個建築 那後來 這個 他離開蘇利文的建築師事務所之後 就開始自己的那個 個人的建築師事務所了 一個人建築師事務所 大概還營運了70年左右的時間 那後期寫了一些書 這個書呢 就影響了歐洲的一些 現代主義設計建築師的探索 那他寫的書呢 譬如說這個美麗的房子 還有寫了一篇文章 記錄在這個建築紀錄裡面 他提出了建築設計要有六個原則 那我們來檢視一下哪六個原則 一個是檢驗 應該是藝術性檢驗的標準 這句話實際上就是在講 行水機能而生 你的東西不要做得太繁索 做得像巴洛克、洛可可 一樣有很多視覺享樂的裝飾飆飾 這個東西是不用的 因為他只是視覺享樂 他沒有實際上的機能 那我們做設計的時候 要滿足他的機能就可以了 那僅僅是滿足機能的話 整個設計 整個建築就會看起來非常非常的簡便 再來的話 建築設計應該是風格多樣的 好像人類有很多種 那如果你在做建築設計的時候 是為人類著想的話 人類每個人的需求不一樣 你做出來的設計風格 應該就會是很多元的 所以這個體能還是 不理那個心水機能而生 你做的這個型 要符合你使用人的需求 再來的話是建築 跟他的環境要寫的 好像從圖裡面長出來的 然後還有建築的顏色 要跟他所帶的地方 是環境一致的 這就是受到新藝術的所謂自然主義的影響 還有像 從那個 那個那個 什麼 約翰五十經 就有提到我們要跟自然學習 然後我們的東西要做的 跟平常的環境是融合在一起的 這個去年發生了一件大事 京都宣布了 2014年9月1號就宣布了一件事情 你如果要在京都開店的話 你這個招牌呢 必須要跟京都的古蹟色彩是一致的 不可以突兀 不可以突出 不可以跟整個環境不協調 所以 他把整個京都分成三個區域 最接近古蹟的地方 你UNIQLO你要開店 你不能用你原本的那個非常鮮豔的招牌 不行 你要根據我們的規定 去把它做成這樣的一個招牌 不能太過鮮豔 要跟旁邊的那個古蹟和諧 甚至麥當勞就被改成這樣 還有這個 這個不知道什麼便 就被改成是協調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事情大概醞釀了五六年 學者花了五六年的時間去研究京都的色彩 究竟是什麼顏色 然後制定出一個標準證 要求這些商店必須要遵到他的要求 去改變他的色彩 不然你都不能開店 這件事情 日本是2014年9月1號開始做 那巴里在100年前就開始做 怎麼開始做 就是法蘭特奈特提出的這個 建築應該要跟環境一致 好像從自然中長出來的一樣 還有一些太圖異的招牌 都是被列入禁止使用的一個狀況 再來的話要忠於材質本身的表達 什麼叫做忠於材質本身的表達呢 請問一下這位男同學叫什麼名字呢 楊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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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做忠於材質的表達 材料本質的表達 回歸自然 回歸自然 開抽獎 那台灣的建築 符不符合忠於材質本身的表達 不一定 不一定 那大部分的情況 80%的情況 我個人覺得是不符合他提出的這個狀況 但也是因為不符合這個狀況 所以讓我們覺得 好像看到台灣的那個城市體外 你就覺得不如外國的來得好看 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我們覺得這個佛羅倫斯的好看 因為他磚瓦就是磚瓦 補泥土就是補泥土 終於原本才一直的表達 那這個愛琴海呢 他原本是什麼材質 就讓他維持原本的材質 那我們的建築物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可能是鋼金混泥土做的 混泥土之外 就還要再貼上一塊磁磚 所以到處所有的房子都是磁磚 為什麼會貼這個磁磚 因為這個建築 建築的那個公司想要做專品磁磚貝 他會跟你講說 要買那個原始的材質 附在空氣之中 雨啊風啊這樣吹 那個鋼金509會損壞 那實際上鋼金509要損壞 也是50年後 100年後的事情 你要讓他損壞 就要噴出50年後 100年後的事情 但是他讓你貼這個磁磚 反而是你10年之後 這個磁磚就會開始磨落 你就要再花另外一些 再貼那個磁磚上去 一來花了更多錢 二來他那個外觀上不太好看 沒有忠於那個材質本身的狀況 那回到那個時期 還有那個維多利亞時期 建出來的東西 或是伸展出來的場地 也都沒有忠於材質本身的狀況 他可能是鐵製品 鐵製的裁縫機 那他看那個鐵的那個材質 都空空的不好 就給他印什麼 印上一些豹果 或是印上一些斑馬紋 所以沒有根據他材質 沒有忠於他本身的狀態 那今天你再去看 也許你覺得好看的那個 UNI-PRO的那個衣服 或是他的一些設計產品 看看他有沒有忠於 材料本質的傳達 還是他試圖想要掩蓋 那個材料本質的一個狀況 去檢視他一下 再來的話 是涉及思想的統一性 這個在約翰魯斯基 你也有提過 要向自然覺醒 自然的話 長出來的東西都很合行 因為他有統合的一個思想 那你的房間裡面 如果你買了一個哥德式的桌子 又買了一個洛可可式的椅子 然後又買了一個 荷蘭風格派的那個電腦 看起來就會非常不大調 非常的不協調 那如果你的房子 你的房裡面 衣桌 床 還有電腦 等等都是哥德式 就會很協調 所以設計的思想必須要統一 必須要完整性 那最重要還是這本美麗的房子 他寫這本美麗的房子 跟其他的 這個不是歐盧的雜誌 他跟其他的設計師一起寫了這本書 還為了這本書 畫了一個插圖 那這本書 對歐洲的一些設計 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這個就是美麗的房子 下面有寫 A Book Designed By 法萊特奈克 好 這個插圖是他畫的 那這個插圖 毫無疑問是新藝術晚期的一個插圖 我們說新藝術 好 比較像左邊這個跟右邊這個 有什麼差別 請問一下 剛才各位男同學 左邊跟右邊的插圖 有什麼差別 你覺得 右邊不知道 還有沒有 左邊是什麼時期的作品 左邊是新藝術盛期的作品 右邊是新藝術晚期的作品 差別差在哪邊 左邊是完全反工業化的 所以他絕對不會出現直線 工業就是直線 直線就是工業 在自然之中是曲線 沒有所謂的 沒有所謂的直線 左邊反工業化的一個情況 是絕對不會出現直線 但右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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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